我還記得以前 好久以前 因為你們很厲害 別人就以為我們還不錯 然後我就被找去就是 有一次是那個 國中的生活科技的教科書 那就是說 啊 生活科技 那應該找科技的老師 怎麼會找工學院的老師 怎麼會找微學院的老師 因為他們想要在裡面 寫一個部分叫生物科技 以前都沒有人寫過 那當然現在已經大家都能夠了解 以前的話 因為工藝裡面 生活科技裡面沒有人講生物科技 然後就找一個生物老師的學院 然後那時候就有寫到這一段 我就想要放這個機感作物的照片 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跟幾個教授很熟 我就知道他有在做我就問他 那個教授一聽我講 他就馬上嚇一跳 然後他回答什麼 他說 班老師 機感作物跟非機感作物看起來都一樣 我回想說 我當然知道啊 問題是我不能隨便拍 然後放上課本就跟你說 這個叫機感作物 不可以這樣幹 大家知道我會講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講 我說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還是要放 那至少你也可以讓大家知道 機感作物跟非機感作物看起來根本一樣 然後另外最好可以有這種照片 就是剛剛那個跟這一張 就是有機感跟沒有機感 好 謝謝